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田木乃 是一名从四川大梁山走出来的遗族山王 现任海军路障队母女班长 如果不来当兵 我可能会在大山里放一辈子山羊 也有可能在打工路上为生活慢慢的崩崩忙碌 是部队改写了我的人生 军移四年的历练 让我从一枚木讷的山里娃 成长为如今能跑上跳能说会道 扬威国际赛产的路上冠军 很多人都觉得我的距离之路像是开了挂一样 可一路走来 只有自己知道身上经历了多少伤痛与磨难 心中也只留下了一道坚强的足迹 时光褪去了脸色的青色 可我心中的梦想仍在燃烧 如今我依然背不过豪言壮语 也讲不好迷言没句 还是那个只会努力说 不放弃的 我是田木兰 我是田木兰 六六 六七 六七 六八 六八 我们是什么 写日 谁要干嘛 万事 六九 六九 每天晚上熄灯之前 进行超越自身极限的体能训练 是田木兰所在连队的保留科目 尽管汗水已经打湿了地面 可田木兰的脸上却始终挂满了自信的笑容 田木兰常说 能够打磨成金片的样子 靠的只有三个字 不放弃 而这三个字 也陪伴他走过了几年的军律岁月 田木兰的家乡位于偏僻的四川大梁山深处 一家人除了靠山吃山 几乎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 从济世起 田木兰就期盼着 有一天能够翻过大山 看看外面的风景 总以为前面那座山很高 就能站在山底的话 可能翻过这座山的话 前面不会是山 就我来大闭前 有一次我爬上去了 花了四个小时爬上去了 我还是山 为了尽早走出大山 田木兰选择只身一人到外地打工 我那个时候才九十多斤 身高才一米四八 当时洗车工 当时也很累啊 洗车它从早上开始一夜到晚上收工 那个车就没有停过 我的工资又低 一个月才 过去才八百块钱 尽管生活的艰辛 让田木兰每天都十分疲惫 可她内心却一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之后的日子里 田木兰辗转很多城市 也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不想让我自己的父母看不清 因为没有读书已经让他们很累了 很失望了 学习不好 再说你出来的话 你也不存点钱 也不管家里面打点钱 这样的话更累了 感觉更没出息 就在田木兰感到绝望的时候 她从家人口中得知了家乡征兵的消息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田木兰递交了一份入伍申请书 当拿到入伍通知书的那一刻 她的内心又迎来了一份新的希望 我也想证明啊 想证明自己能干出一番事业 我可以的 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我可以转世官 我可以在部队发展 2015年9月 带着这份憧憬 田木兰踏上了开网部队的军力 然而她还没有来得及 适应新的环境 就遇到了拦路户 写那个表格 就是你的基本信息 那时候我连最基本的 那个遗嘱的遗字 我都忘了怎么写 然后写那个表格 一直写写写写写写 写了第八章了 他只要你中间有个写错的 或者图中画画的都不行 我班长当时都快被我整崩溃了 一下子好几个班长都记住我了 他说你这个毕业 连个字都不会写 但是感觉好丢人了 入午前田木兰只会说遗族语言和简单的汉语 这也让他和战友们交流起来十分困难 跟班长也好 跟自己的战友也好 同年兵 有时候相处的时候 我很想表达这个意思 但是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 就是绝绝可 磕磕巴巴的 就算你讲出来别人 就是一下子不能听懂你的意思 简单单几十个字需要 反反复复地练个好几遍吧 就是说重复地去说一段话 说话说不利索 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再讲话之类的 今天我们展开固定一项经常情活动 进行集体读报 下面请田木兰同志 一个集体读报 大家欢迎 我的读报题目为 反恐尖刀 三彩扬威 武警猛部 练一突击队 忠诚使命 锤烈战胜 为了帮助田木兰克 乐福语言上的障碍 每次组织班牌读报 排长都会点名让他上台 可效果却不进入人意 我拿的那个报纸的瞬间 整个身体就软了开始 我感觉非常困难的读报 我大部分的字 就算你认识了 你读出来很别扭 很难受 结结巴巴结结巴巴的 读个报下来 几乎下面的都在笑 就是没有发生的笑出来 就是憋着笑 然后我一瞟下面的 下面就憋着 一直在在笑笑笑 我就很难受 特丢人了 第一次读报的表现 让田木兰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性格开朗的他 也变得少言寡语 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能否适应部队的生活 打击太大了 一下子 我甚至都在怀疑 我怀疑自己 能不能坚持两年 这样子 就在田木乃 为自己的语言表达 而苦恼的时候 旅里组织了一次运动会 因为在新兵当中 军事素质一直名列前茅 连队决定派他去参加比赛 武装五公里 那个时候新兵 很多军兵 才是中午十几二十天 三公里都跑不清楚 都处于十七八分状态 然后让我去参加 跟一些老班长上的兵 去参加比武 全力比武 但是压力也非常大 尽管是第一次战上比赛场 对手都是权旅各个单位 挑选出来的训练兼兵 可田木乃依然无所畏惧 拼尽全力 取得了第六名的优移成绩 梅瓜学的前提下 跟权旅的老兵 比武装五公里 最后取得是第五名 还是第六名 我记得 从那时候 整个新兵营 都认识了一个人 他叫田木乃 运动会结束后 田木乃一下子成了 驴里的红人 很多战友开始 把他作为赶超的对象 这件事让田木乃 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 只要自己肯努力 不亲眼放弃 无论面对任何挑战 都可以得到大家的肯定 从那以后 打开了新洁的田木乃 开始从写好每一个汉字 说好每一句普通话 练好每一个动作做起 因为每次休息时间 我都会利用时间来读报 有时候战友也一起陪我 看看书 我遇到不认识的字 我都会问他们 他们也会教我吧 那天师网有两道 前一道后一道 都是一样的 那它上面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田木乃已经能和战友们 正常的沟通交流 每次到了读报时间 他也一甩往日的为难情绪 主动走上了讲台 凭借自身的努力 田木乃的汉语水平 飞速提高 因为性格活泼开朗 在平日的训练间隙 他也成为了大家的开心果 第二点我从来没有放手过自己 每次训练我都是拼命地训练 因为我相信 他这个机会肯定是有的 因为我相信 他只要我付出了 他这个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充实自信的田木乃 期待着未来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 迎接更多的挑战 不久后新的机会来了 面上那边 请机废 一二三喊一起喊 准备啊 一二三 好 好 三不成 上 我叫田木乃 是一名从四川大梁山走出来的遗族山王 现任海军陆战队母女班长 我是田木乃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讲述 田木乃越努力越幸运 2018年初 田木乃所在部队接到了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2018海上登陆赛选拔的通知 得到这个消息后 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这个我们等一下这个淘汰考核的时候啊 这个美名同志 第一个 要注意安全 这个不要受伤了 如果说你淘汰考核中受伤 那么你肯定会被这个淘汰掉 然而 能够代表国家出战 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军人的素质 这样难得的机会 也吸引了众多实力强劲的选手 因此这场竞赛选拔 从开始阶段就充满了残酷的竞争 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这些科目嘛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淘汰率很高 所以说每次训练都非常非常认真地去训练 从小麻的时候他就有这个目标 就是必须要去 去了之后必须要拿管理 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天木乃的各项训练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成功入选了最后的参赛名单 并被选为陆战三班班长 他不光是身体素质强 他的管理能力也非常非常强 别看是一个第三领兵 他对大家的关心凝聚率 能感化在班里的每一个人 所以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2018年7月30日 国际军事比赛2018海上登陆赛阵爱赛 在中国泉州实施赛区拉开战幕 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苏丹 委内瑞拉五个国家的13个路展班 将展开激烈角逐 炎炎烈日下 每名参赛队员要在长约1.2公里的赛道上 翻阅19个障碍物 版规定路线 完成乐章和冲刺等竞赛内容 用时最短的参赛队获胜 这也对队员的团结协作和体能耐力 提出了综合考验 一个班因为我们跑的不是个人 他这个战务 每个人的心都要理在一起才行 因为我们是七个人 为了让队员们能够放平心态 争取在比赛中实现超水平发挥 田木乃在赛前给大家做了最后的动员 放下心态 最后一战 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 不要紧张 只要不失误地跑下来 我们就相对于我们就已经赢了 就这样子 好了 八零枪枪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后 田木乃和队员们按照既定的比赛节奏 顺利通过了前两个障碍物 然而当来到第三个障碍物 北约标准围墙时 田木乃的内心却多了一丝紧张 如果你前面一个人过得不顺 被那个铁丝卡住了 后面的就很难过得过去了 要等到你过去了才能过去 所以说那个账物也是平时我们失误最多的一个账物 为了帮助大家顺利过关 田木乃第一个通过后 又用双手撑开了铁丝网 为队友们打开了一个绿色通道 第一道从我排别过的时候过得很顺 但是我也松了一口气 没有被挂住 没有失误就好 越豪沟 爬高墙 钻掩体 在田木乃的带动下 队员们顺利通过了木质栅栏 火箭筒战壕等深浅不移 高低不同的障碍 比赛进行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作为班长 田木乃承担了最后的冲刺任务 他最后一个因为他的赶超能力比较强一点 所以从后面他还能追上来 所以把他安排的最后一个 他自己也承担了这个责任 我当时最后一个下来 第一米距离差不多有70来米了 我要平靡地去追上他 后面从此600米 我要平靡地去追上他 在田木乃的带动下 陆战三班凭借稳定的发挥 以7分51秒的成绩完成了比赛 一跃排名各参赛队中的第一 这也给还未登场的其他参赛队 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他看到我们这个成绩 非常的匪夷所思 然后可能人家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成绩是在训练中 完全没有跑出来的成绩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尽管各参赛队同样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 可田木乃所在的班组 依然凭借超长的发挥 以打破赛会记录的成绩 最终赢得了障碍赛的冠军 中国队陆战三班成为全场最为闪耀的明星团队 被授予最佳陆战班称号 田木乃也当选为最佳陆战班长 容力个人二等功 我们三个给大家献了一首 叫我们江湘的话叫阿杰鲁 意思就是不要怕 也祝在座的各位战友 在以后训练过程中 或者是生活过程中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要去怕 好不好 好 阿杰鲁 阿杰鲁 从一名一族山娃 成长为扬威国际赛场的陆战冠军 入伍三年都来 田木乃最难以忘怀的 不是比武夺冠的荣耀 也不是荣立二等功识的喜悦 而是他学会了依靠不懈的坚持 成就更好的自己 用无所畏惧的心态 去面对每一次挑战 风雨再大 也要选择坚持 坎坷再多 也不能轻易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